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为了响应花莲施工所推出的三倍券做公益路灯任养活动 由经理魏婉婷带了9000块钱的三倍券 还有一万一千元现金来到了施工所要任养二十盏的市区路灯 对于这项善举,花莲市长威嘉贤给予高度肯定 也期盼可以借此达到抛砖引运效果 让更多的善心人士或企业社团一起对弱势伸出援手 松城浩国际有限公司经理魏婉婷带着实习生一起到施工所 拿着9000块钱三倍券搭配一万一千元的红包 希望能够响应公所推出三倍券做公益路灯任养活动 今天就带着苗栗仁德的学生一起来施工所捐赠二十盏路灯 也让仁德的学生知道我们平常可以做好殡葬的工作以外 也可以做好社会公益的工作 花莲市工作主任秘书许光成 感谢他们的善心意举也特别颁发感谢壮 就是我们市区路灯将近有一万盏 其实每年我们花莲市不担在路灯电费的经费上面 将近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年度的财政其实不担非常大 虽然说我们今年度只剩最后的四个月 但是松城浩还是非常热心公益的愿意 将今年度的路灯任养二十盏 这项算举不仅是能够减轻公所的财政负担 也让实习生看到企业也可以做好社会公益工作 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加上公司又热心公益任养了二十盏路灯 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的好 非常喜欢这样的企业文化 毕竟去治愈社会嘛 回馈也要当然要回馈给社会 市长温佳琴表示 松城浩在地方生根一甲纸以上 除了提供殡葬服务之外 也经常既贫富弱 感谢他们对社会的关怀 也期盼这些善心一举 可以达到抛砖引玉效果 让更多的三星人士或者是企业社团 对弱势族群赋予关怀 借徐丽琴花联市报道